1.授權議事處辦理 3.上述兩案 尋答完畢後 集交審查 各黨團同意 不提出互議 直諮委員名單 請於9月22日 星期四下午5時之前 送至議事處會整 4.請財政 委員會以9月22日 星期四前召開會議 通過總預算案審查日程 及分配表 並集送議事處 背提9月23日 星期五院會報告 報告院會 現在對行政院院長 之施政報告 繼續進行質詢 在進行質詢之前 先請您秘書長報告各部會 首長請假請行 報告院會 行政院來含您政務委員萬億 本日上午10時至12時 應公請假 張政務委員謹申 本日下午2030分至4030分 應4請假 交通部 賀成部長 但本日應公請假 由王次長國財代表列席 報告完畢 現在請您委員靜宜 質詢 尋答時間為30分鐘 好 大家早 麻煩院长 请林院长 林委员好 院长早 持家辛苦 谢谢 院长 好 我想这个 当然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家人大郡 不过 有一个事情刚好因为前一段时间 中秋节期间遇到风灾 那我想在民众来说 其实一直都希望看到政府苦民所苦的表现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政府非常关切 那但是大家都讲 该检讨是检讨机制 但是不能苛求我们的第一线的人员 那不晓得院长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 对我们第一线的不论是防灾 或者是在做维修的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说一下您的想法好不好 谢谢林委员 其实我在这次风灾中间 每一次我到灾病中心或者到现场 我都有特别的针对我们的救灾第一线的同仁呢 他们的辛劳表示感谢 那我觉得救灾当然就是所有的这些他们所付出 而且在这些有时候是非常危险或困难情况下 他们所从事的任务都能够圆满地去达成 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政府应该对这些同仁 都要表示最大的感谢的 好 所以我想我们都能理解 我们也应该要积极地体谅我们第一线人员的辛苦 好 那我刚刚说江南大郡是台湾重要的一个当时的建设 1930年 那个时候其实在台湾 我们那个时候还叫做昭和五年 那这个用到现在 它当然对于我们农业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可是1930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法规 也影响到现在 我们民法亲属篇是1930年设立的 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昭和五年的时候 这个用到现在还在用 我们看一下它的规定 在台湾的法律里面 973条 女生满15岁可以订婚 男生满17岁可以订婚 第980条 女生满16岁可以结婚 男生满18岁可以结婚 当然他要有法定代人同意 不晓得院长跟部长 您对于这样子的结婚 订婚年龄您有什么看法 这个部分当然就牵涉到男女的平权的问题 我知道这个部分也是有相当多的争议的 部长请上 谢谢林委员 我想这个对于结婚年龄跟订婚年龄的这个规定呢 那当时应该不是以性别作为主要考量 应该是以说当时的人种的身体的发展跟成熟的程度 男人的心智年龄发展比女人晚就对了 女人心智年龄可以早点结婚 男人的心智年龄发展比较差 不容易做承诺 就我看当时的立法理由 倒没有用这样的一个立法说明 那当然这会跟当时的社会的条件 特别是经济条件有关联 这个确实是会这样 所以部长其实我们也特别讲 那是1930年的法 就是上太空都上太空了 我们还在杀猪公 来下一张 所以我们其实整理了一下 这个法其实跟我们所谓成不成年的法有蛮多的 我们看了一下包含刑法 包含民法 包含这个选举权我们讲公民权的定义 其实蛮复杂 台湾到底18岁是成年人还是20岁是成年人 基本上我想这是各国 他根据他们自己的国情 那做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量 所以我们的法规里面 民法第13条还规定说 因为民法980条女生16岁可以结婚 然后第13条规定说 如果他已经结婚了 就算是完全行为能力 所以根据我们民法的精神 16岁的女生结了婚之后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 让他可以像20岁的成年人一样 可以有那么多的成熟 主要原因是在于说 如果他结婚之后 他建立了一个家庭 势必要跟社会或其他人 有很多的所谓的法律行为的发生 那如果给他还是未成年人 必须要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的话 那会造成他跟其他人生活上交易的不变 所以在法律上就拟制 如果未成年人已结婚者 就视为成年 就变成这样 就是为了解套他已经结婚这件事情 主要是因为还要保护其他 跟他善意交易的其他人 这样子啦 我们喔 我已经因为部长在 我们其实台湾签了蛮多的国际人权公约 那这些人权公约 他后来有没有国内法化 基本上两公约我们是已经国内法化 对 我其实系的公约他也国内法化 那那个消除妇女系的也是 他也国内法化 也就是说这一些 在国际上认定的这些重要的人权公约 他在我国来讲 他是我国重要的立法上面 都应该要承认这些精神嘛 那我就给部长还有院长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UNICEF 他就讲 儿童婚姻侵犯人权 下一张 因为他可能导致贫穷 社会地位的问题等等 他的儿童结婚的定义 就是18岁以下 下一张 下一张 对 往上一张不好意思 那不论是联合国的儿童人权公约 或者是我们国家签署了 已经做了两次国家报告的西斗公约 他其实定义都很清楚 18岁以下 在这个国家应该视为儿童 你让18岁以下的女孩子去结婚 就是这个国家认 法律上以这样的解释的话 中华民国的法律认同 儿童结婚 这个精神 部长您觉得呢 我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说 这个 当年1930年这样的一个立法 他倒不是以这个 这个 单纯的性别 或者是单纯的年龄来考量 而是跟当时的社会 社会文化 跟经济的条件 有做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个时候女孩子 受教育不好 这个是快近一世纪以前的 这样的一个法律 那当然台湾 现在的整个社会条件 跟经济 确实是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那法务部在上一届 其实也有提过 这样的一个法案 到贵运来 大运来 但是大运可能当时 委员的意见 跟学者专家 好像也有不同的意见 那所以呢 希望说再做一些沟通 好 太好了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这个整个修法的过程 我相信我们未来 要做一些支持 当然不论是UN 我们一直想加入的 UN WHO 或者是UNICEF 的定义都很清楚 18岁以下是儿童结婚 那目前所有的国家 只要是支持人权的国家 都不应该支持 18岁以下的儿童结婚 好 那以现在台湾的民法来讲 男孩子最年轻结婚18岁 女孩子16岁 所以这里面 其实就影响到的是女生 那刚刚部长有提到 我们其实开过两次 西斗国家报告 这个是2009年报告 希望我们改 那当时的法务部 2011年 当时法务部也说 要修 那再来 2014年又再一次 国家报告讲这个事情 因为被当时的 当时立法院 好像卡住了这个修法案 也不是不能怪当时 那2014年 是最近一次的 西斗国家报告 也针对这个法 做了一些建议 那我们看一下2014年 国家报告之后 法务部这边 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有做一些陈述 对于2014年 西斗国家报告 国外专家 对于我们在法律里面 还允许儿童结婚的立场 院长看一下 那时候法务部 有这三个说法 第一个就是说 他认为这个 是让女生有机会 可以选择早一点结婚 不晓得院长跟部长 您觉得当时这个说法 您同不同意 第二个理由是 如果我把年龄提高到18岁 我就限制了 不满18岁的女生结婚的权利 您觉得这个说法 OK 在2014年 法务部的说法是这样子 对于不愿意修这个法的立场 我先回答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子 因为 院长您可以坐一下 休息一下 很多的 也有学者认为说 到底在哪个年龄 是一个比较适当的 这是因为 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争论 那第二个 我大概要提供一个角度 给大家参考一下 他们讲 过去我们当检察官的时候 常常会碰到梁小无猜 梁小无猜是另外一个事情 他已经很倒霉了 他已经很倒霉 非预期怀孕了 这个男生连保险套都不会戴 就他非预期怀孕了 你还要叫他去结婚 他倒霉到底 但是往往常常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说 女方的家长都会要求说 如果他还愿意取他的话 那我就不追究了 那如果今天 这个对梁小无猜这种问题 坦白讲 这个未来检察官在处理这种 撮合上面 可能就会有一些困扰 所以到底几岁 会比较适合 我们是认为 由委员来做讨论 这个可能会比较强 因为这边说 他这样是影响了 18岁女生的结婚权利 当然这个说 可能有点 对啊 干脆拉11岁好了 让所有11岁以上的女生 都想结婚都去结婚 他就觉得他这辈子要爱他 所以第三个理由在这里 他说 这些公约仅供参考 我们刚刚说了 他的国内法化 刚刚也当仅供参考 我们讲各部会 都应该要去检视相关的法律 到底有没有跟公约做这个 这个在两公约的时候 有要求在两年内 现在还有一些部会 可能少数的法案还没有做检视 所以其实刚刚部长也表示了 你们也觉得这个法 1930年到现在 应该要做一些更动 1930年 社会经济条件都改变 是啊 社会经济条件 就业念书的条件 我知道我们院长其实一直很担心台湾的经济发展 那女性提早进入婚姻 跟女性可以受到充分的教育 充分的就业能力 进到经济体系 这对于国家发展重不重要 我觉得如果能够受到比较好的教育 或有比较好的准备 这个当然是对整个的生产力 或者说她的个人的这个能力 素质提升都是有帮助的 是 现在其实一般来讲都同意 女性受到充分的教育 受到充分的这个培养 然后进到 可以有机会选择她的人生 进到她的比较好的经济地位体系 贡献这个国家 她的经济力跟她的能力 是对国家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日本她在 这一次的选举也把18岁公民权 他们已经定了 18岁可以选举 我们在上一次本来也有这个立场 可是修法的时候没有过 所以其实这边我们可不可以 简单地就先希望法务部 往这个方向 我们的公民权修法要往18岁 那也不要再把那个1930年 女生15岁订婚 16岁结婚 这么古老的观点 还放在我们的法里面 我们也要跟上很清楚目前的时代 我们都把它修到18岁 这个方向可不可以努力看看 跟留言报告 我想我们认为这个部分 确实是有检讨的空间 那么我们也乐意希望能够在 立法院能够形成一个共识 能够查这方面来去思考 所以会往这个方向推动 不论是公民权的18岁 或者是婚姻 民法的婚姻年龄把它拉到 平均男女都18岁 是的 太好了谢谢 这边我们会尽量在院内这边支持 那下一个 那个部长可以休息 我们院长有没有听过 辅大灰姑娘这个词 这个部分我知道是在 应该是在 可能是一年前 那么曾经发生的抗争 主要是因为 今年 对女生宿舍的这个 那么夜间 它是有宵禁的问题 所以并不是 很公平的对待 所以这个部分 有发生一个 很大的一个校园问题 院长您早年住过男生宿舍吗 住过 你们以前要查 你晚上有没有在宿舍吗 我住福大的时候是有的 你们还是有是不是 也有就是11点 11点以前要不宿舍 好现在不用了 派部长您也一起 谢谢 这样说啦 我一直觉得 从我们学生实习到现在 现在的女学生 还为了我的宿舍 有一个对于男女不平等的管理 还要绝食抗疫 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 那我们也很肯定 今年教育部 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教育部的专委 还特别去跟学生见了面 也去关心他们的陈情 那那个时候教育部有说 一个月要做检讨 要来查这个 全国大专院校宿舍管理的状况 请问一下部长跟院长 现在状况 一个月已经过很久了 查得怎么样 委员好 我想谢谢您委员 持续在关心有关 性费以及国际人权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我跟委员特别说明 确实当时辅大 因为有我们女学生 对于宿舍管理的这部分 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当时教育部也确实针对这样的方案 除了对辅大的这个议题去做了解之外 当时也对全国159的大专校院 来进行他们做整个宿舍管理的相关的一些做法 那是大部分的学校在性别上面 是采取一致性的管理方法 而且他们的方法主要也是透过 现在比较进步的这些电子仪器等等的制度 去做管理 那当中还有八所是比较有这个差异 那对这一部分 教育部也因此召开过两次的专案会议 还有一次的座谈会确实的去了解 那也邀请了相关的这些 包含性品跟法律的学者 来跟相关的学校来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那经过讨论之后 那学校也了解 其实还有各种的方式来做管理 那也同意来做相关的一些管理上面的调整 包含他的做法 那目前我们也在持续的追踪 基本上这些学校啊 这八所学校也会朝向这样的一个性别平权 那透过有效的管理啊 才达到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一个比较平等的 然后比较科学化的管理 所以教育部其实你们已经掌握到 现在还剩八所学校的这样的现象是不是 是 这些学校因为也透过这一次的 暑假的这个阶段 他们有一些相关的这些管理的方法 也做了一个调整 那包含像辅导 他们可能因为要把这个门禁的这些做法 要去对应学生的这些相关的资讯 那也在这个完成之后 也会完全走向一致性的管理 是 教育部如果有这么做 我觉得很肯定 就是你们真的说要查 你们也真的查了 那你们也真的去跟学校沟通了 不过这边我真的建议你们这样子的讯息 适度的做一些揭露 因为我昨天还接到 有人跟我陈情说 他们看到辅大还在推拉 还在推托 然后另外一个学校本来没有 这种严格的门禁 他们也考虑要做严格门禁 就是特别针对女学生的做宵禁 那其实教育部你们 不是没有法规可以罚 那时候你们也说要罚 我不晓得你们罚了没有 因为性评法第十四条就有要求到 不得因为学生的性别 性别特质 性别认同或性倾向 给予我们刚刚上面所提到的 这一些特别差别的待遇 那很清楚 你的教育性评法第十四条 这里就提到了 你如果是因为男学生跟女学生 基于他的性别 你给他不同的住宿待遇 甚至女生如果两次没找到 我还要罚你等等 男学生没有这个问题 这是违反性评法十四条 那性评法里面也提到要罚 教育部罚了吗 我跟委员报告 也就陈如刚才委员特别提到 教育部在六月 就召开这样的一个讨论跟调查 那相关的学校 包含这八所学校 其实在了解之后 尤其是知道大多数的大专校院 在这上面都可以这么做 他们已经也表达 而且确实的去做这些 法规的检讨之外 也对门禁的建制 朝这个方向来做 也就是说 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以看得到学校是 愿意朝这样的方式来做 那教育部其实在后续 就是会去彻底的追踪 是不是朝着 当时他们所提出的 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方向来做 那目前各校其实也 大致都朝这个方式来做 只有少数是因为在建制 门禁管理的这个做法过程当中 可能还没有说一开始马上就到位 但基本上学校是愿意 朝这更进步的方式来看待 性别之间这样的一个 一致性的对待 部长是做教育的人 所以先教了再说 不先用罚的就对了 因为主要是学校了解之后也愿意 我们会说是坚持原来采取 性别之间不同的这种差异的对待 我想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所以如果这些学校现在已经 你们也跟他们沟通了 也跟他们讲了 那给他们多少时间改 不然你用性评法罚 你要给他们多少时间 是 现在就我所了解到的 因为陆陆续他们大概都完成 那包含就说因为前几天 也有辅大开学后的问题 那我们实际上了解 它实际上是因为 这个门禁上面的资料的 这个建制所需的这个时间 这个一旦完成 它就完全一套 那在过渡的这个阶段 它也采取用人为的这个 人力的管理 基本上不会说你过了几点 没有进来就如他们上个 学期的那种模式 所以我想它在过渡的这个阶段当中 还是采取了同意学生 也有人员来服务的这个做法 所以我想它一旦建制完成 就会完成依照原来 所以教育部这样好不好 既然你手上还掌握了八所 那这个学期结束之前 可不可以让他们 就是说给他们一点时间嘛 但是如果这个学期结束之前 还没有办法改善的话 它已经违反性评法 是罚下去吧 可以吗 这部分我们就依照 刚才委员也提到了 因为这也是之前跟学校有做了充分的沟通 所以这部分我想教育部会来追踪跟贯彻 好 我们不要让这些性别平等 这么好的法流于形式 那事实上在西斗公约里面更清楚 它第一条就写了 如果是你基于性别而给予不同对待 这个在西斗公约 我们台湾所认同的这个西斗公约 它其实就是所谓对妇女的歧视 这边我就再次补充 这些在我们台湾国内法化的西斗公约 它都可以去做控管跟要求 下一张 好 那另外还包含言论自由的部分 其实在最近这个是阵大 他甚至连 他觉得说学生你批评一些事情 批评学校的事情 批评这个 甚至他批评中国艺人违法 都可以被学校寄过 那学校后来觉得说 你们这些学生的活动太麻烦了 所以呢 他自己定了一个规定说 如果有一些不是本校的人 来我们学校参加活动的话 校警得以盘查 也就是说 比方说院长或者是部长 你们今天如果被学生邀请到 政大参加活动 或你想要去关心一下 他们的住警是可以自己来跟你盘查一下 说你来这边干嘛 这样子的扩权 学校跟学生之间的地位 现在我们再看 其实学校才是 下一张 学校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权威的地方 下一张 大学法 我想这个部长非常清楚 他享有校园的自治权 其实是为了要保障他的 学习跟学术自由吧 大学法的精神 是为保障他的学习 还有教学的自由 是不是 那所以大学法可不可以违反人权 我跟委员报告 也确实从这一次 我们说福大学生 他们对这个议题 让我们有机会更注意到 这个有关在校园上 大学法赋予大学 办学自主 其实是在学术跟学习各方面的议题 但相对应于其他的法律的规范 这个其实也应该去做相对的检视 尤其这次就信品法的一些规范 其实也正是我们说 所召开的这几次的讨论 也让学校可以更清楚的去理解 这个大学自主大学法的这个范畴下 其实也不能去忽略 那教育部当然对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那么对于学校它相关的这些重要的规章 它其实还是要提到给教育部来做一些 核定的这些相关的过程 我们也会去检视跟提醒学校 所以刚刚委员所特别提到的 我想包含我们这些像国际人权公约 或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相关的这些法律 其实这个在学校在争夺上面 其实是不能单一用大学法 大学自主来把它忽略了 所以我想这个确实是 在我们相关的这些学校的主管的会议 包含像学务长等等这些 我们也一直在把这样的一个议题 透过一些个案的范例 来跟教育人员做一些讨论 我想更会在维护大学自主下 但也尊重相关法律 尤其是对性别对人权等等的这些规范 我想这个才会去兼顾到 是所以部长您教育部这边 会再次的跟这些学校宣示 就是大学法它其实保障的是学术的自由 可是它并不能违背基本上的人权价值 不论是性别倾向性别认同宗教 甚至是身体的自由 您这件事情 这个教育部会不会再次的跟他们做宣动 就是说即使在今年八月的大学校院的学务长的会议当中 也特别会去传达 那教育部本来也在有持续性的这些会议或我们所架设的这些资讯平台 其实我想这样的概念是应该成为让教育人员能够充分的去了解 所以我想这部分教育部会持续来进行 是 这边我们非常需要教育部提出这么明确的一个态度 不然的话大学法变成是一个学校它侵犯人权的保护伞 这个我们觉得常常看到屡屡看到 这个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们期待教育部在这个地方你态度要能够出来 那接下来再提醒部长跟院长的 就是说其实这些近年来我们看到的学生青年的活动 跟这个学生的这个公民运动呢其实很蓬勃 那当然最近比较在乎的一些案子 包含不论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性别上面的一些限制 或者是一些刻板性别角色 甚至在学生他在做一些言论自由的态度上面 其实都有一些冲突 下一张 然后纯粹这个其实刚刚都已经大概都提过 只是这个图真的很可爱 所以觉得想要来让大家看一下 好 再来 所以其实学校这边的 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大学这边是不是我们接下来 还能够有其他的法令去协助学生的权益的规范 那事实上现在的文化部政部长 他之前曾经提过在中等学校教育法里面 要有学权条款 就是我们所谓的学生权利专法 下一个 对 这个在蔡总统的这个青年政策也提到 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大学法 它当然是保障这些自由 但是大学法里面它被太多的解释 再来就是说学生在学校的时候 其实他跟老师之间的关系 到底他的权利义务如何界定 学校用什么方法可以决定学校要决定的事情 学生在中间他有哪些说话的空间 我要盖一个大楼 或我要拆掉一个大楼 我要让你的宿舍可以住 学生不能住等等 他其实学校在这个地方 学生在这个地方没有跟老师对谈的空间 是不是 这个当然当时也是一个青年政策的部分 那当然我想它会非常影响到 我们教育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可不可以也请部长这边来考虑就是说制定这样子的 不论在各级的相关教育法规里面来讨论 是不是可以制定学生权利专法 来保障各级学生 他在学校里面这个特殊的区块 他应该有的权利跟义务 因为现在都是学校说了算 学生没有空间 除非像辅大这样子 他们要搞得很大才有办法 获取这样的关注跟机会 部长您怎么说 我跟委员报告 对于目前学生在学校 那么参与有关学校内的相关的 这些公共的事务 那么他们的代表性 或参与的成员 不管从校务会议等等 其实也逐步的 有这样的一个参与的机制在 我想这部分是一个 我觉得学生来表达 或对于学校有一些 校务上重要的这些计划 或是他们跟学生有关的 权利义务的这一部分 我想是逐步的在扩充 那当然对于公共事务 不仅是学校 我想目前我们有几些方案 其实也充分的 把这样的部分 再来做更多的参与的机会 像包含我们说 也是经过我们大院这边 所通过的学生 来参与课纲审查的这个机制 从这个我相信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种学生的参与 包含之前 有关学生服装仪容的 这些讨论 其实也都是 有充分的让学生来 参与跟这样的讨论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想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公民参与的过程 那包含他们所参与过程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 其实也可以看到 青年朋友他们更多 其实在民主深化上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过程 那我想这部分 教育部会来持续的 往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 那质疑是不是 有关这个 学生权力专法的部分 请特别容许教育部再做 再做一下了解好不好 因为这个其实之前郑部长 已经在之前就提过 中学生的学权专法 那事实上也麻烦部长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青年咨询委员会 那我们就强化他的这个地位 让学生这边 其实他们自己可以主动的 来跟我们做对话 或提出他们所要求的 未来在相关的法规 或者是修法的部分 学生这边学权 如何可以做一些保障 好不好 我们强化他的角度 那也了解一下学权专法 可以吗 因为当初是蔡总统的政见 我想这部分 教育部来做一个研议 那当然在相关的 这些事务上的参与 我想会尽量的能够 让我们的青年学生 有更多 我一直把它视同 这是一个教育跟学习的历程 也是一个民主深化的过程 所以有很多次的机会 真的看得到学生参与后 其实他们有更多更多 对原来我们的一些计划 也提供出很好 很有建设性的这些建议 是 好 谢谢 我今天时间不太够了 我们跳到那个 那个最后性别的那一块 今天时间不是很够 所以最后一点点 我其实跟院长跟部长 跳到那个 对 跟院长跟部长 跟院长还有在场的 各位朋友 分享一张照片 这个是今年九月 时代杂志上的一个照片 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 台湾的跨性别的朋友 是没有机会像他这个样子的 这是一个16岁的时候 生理性别女性的一个 就是说生理性别女性 那她的认同是男性 所以她从16岁开始 接受男性荷尔蒙治疗 那到了她20岁 她跟她的伴侣想要生孩子 所以她接受人工生殖 那生了她的孩子 也亲自帮她的孩子 不胃母乳 那等到她的不胃母乳 这个部分结束之后 她会再回复 她的这个荷尔蒙治疗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个案 在台湾没有办法出现 因为在台湾 跨性别的朋友 如果她要做性别认同 根据内政部的行政规定 她必须要把她的 生殖器官全部切除 当然还包含了 这样子的个案 如果在台湾要做人工生殖 她必须要有婚姻 因为人工生殖法要结婚 我知道这个 对于我们的国家 现在在修法来说 可能压力还有点大 不过我只是想要 以这一张影像来提醒 我们所有的 在有 不论是立法或修法层次的朋友 我们是有机会 给台湾的跨性朋友 这样子的机会的 那这个是我们该考量的 好 好谢谢林委员 谢谢林院长 下一位我们请高精委员 咨询寻寻寻打时间为三十分钟 好谢谢院长 我们有请这个林院长 請您院長 院長早 各位院長 距離上次本席的質詢又過了三個多月了 您看起來又更憔悴了 但是本席還是要在這邊跟你結個帳 上次6月14號本席的總質詢 院長你同意 泰雅族的大報社的案例 應該列為新政府轉型正義需要處理的範圍 但是我質詢完兩週以後 執政黨在立法院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朝案 委員會裡面審查的時候 他把援助民族排除了 當時行政院也沒有將院長你的意見送進立法院來併案 這件事院長您跳票了 院長行政院長的歷史正義感 不敵執政黨的政治謀略 院長您的拍板被執政黨的立法委員打臉了 本席當然知道院長您會講 總統府會成立原住民轉型正義歷史正義委員會 現在呢也正發文給55個原住民的鄉鎮來推舉委員 問題是這個委員會它並沒有法律支持 就像總統府裡面的人權委員會一樣 每年開一次會 會後聚餐就結束了 事實上這也反映在預算上面 這個委員會呢 明年的預算編列在原民會裡面 才140萬 剛好用在55個鄉鎮開協商會來推舉委員 然後到總統府再開一次會 小英總統再跟原住民道一次歉 聚餐 然後結束 沒事了 明年再見 總之我認為這是騙局一場 小英總統把原住民當猴子耍了一遍 那前仗我們已經結完了 其實呢我今天講的重點不在這邊 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 院長這次的中央政府總預算並沒有擴張 有很多人批評也有人贊成 本席我是支持財政困難的時候 應該不要輕易的擴張支出的做法 我支持的 可是本席一直有一個疑惑 為什麼會財政困難 為什麼 我相信非常多的台灣的族人 我們原住民的族人 台灣的人民都很想問 台灣政府為什麼會財政困難 1960年代 加工出口區的勞力密集產業 院長應該知道 1970年代的十大建設 把台灣帶向了重工業的層次 院長你也應該知道 1980年代的科學園區的高科技代工產業 連續三十年的經濟成長率超過了百分之八 台灣奇蹟舉世聞名 院長你應該知道 對嗎 經濟奇蹟是全民創造的 經濟奇蹟的成果去了哪裡了呢 院長你可以看看 1980年代的末期 我們有一句台灣話 我相信在場的包括我 我們都很會說的 台灣記憶 這是50歲以上的台灣人的記憶 台灣錢去了哪裡了呢 我一直不斷地反覆的思考 這15年來 本席在立法院 每逢援助民族的基本權益 政府的答覆只有一句話 那個就是國家財政困難 錢到底去了哪裡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一直財政困難 院長您是財經專家 本席給你兩分鐘的時間 請你精簡地來為本席解惑 也為全台灣的人來解解惑 為什麼台灣一直長期以來財政困難呢 為什麼 跟高委員特別說明 就是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1990年代中期之後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快速地下滑 那麼所以這個造成了 我們整個的國家的那個 稅收短缺的一個最大原因 就這樣 兩分鐘哦 是的 這就是經濟成長率表現不好 財政這個資產率下滑 您的經濟的解釋是這樣 額瘦了自然額毛就少嘛 額瘦就是因為經濟表現不好 我認識財經 但是呢 院長您知道嗎 本席雖然不是財經專家 可是我試圖列出了三十年來 我們政府的重大政策的指導思想 我希望從這個裡面來找出解答 1987年解除戒嚴 開放了兩岸的探親 1988年蔣經國去世 李登輝接任 1994年南向政策 1996年借疾用人 1997年修憲 動審 而且取消了教科文預算的保障 1999年兩國論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 陳水扁執政 他說四步亦沒有 2002年一邊一國 2008年第二次的政黨輪替 馬英九執政 他開放了兩岸的直航 陸客來到了台灣 2016年第三次的政黨輪替 維持現狀 新南向政策 首先從這個裡面的時間我們來看 有兩個結論 院長 第三十年來的重大政策的指導思想 幾乎都圍繞在兩岸關係 而且大多是執行對抗的關係 第二 最近三十年 把過去三十年台灣奇蹟的成果 就因為對抗全部揮霍光了 為了對抗 李登輝也好 陳水扁也好 馬英九這三位總統 總共花掉了498億美元 在軍購 498億美元等於 一兆5000億台幣喔 接近台灣一年的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馬英九他還在任的時候 他自己自誇 他說他是這三位總統裡面 我軍購第一名 他買了多少 205億的美元 我要說的是 軍購不只花大權 還當凱子 任人 於求於渠 1992年 花了58億美元喔 買了什麼呢 150架的F-16的新戰機 2011年 又花了58億美元 升級同一批的F-16的舊戰機 概念是什麼 舊車翻新的價格 跟我買新車是一樣的價錢 美國把台灣當凱子 軍購不只花大錢 還被當成什麼 還被當成什麼 殖民地 院長 2004年 我們對美採購了UHF長城預警的雷達 原來編列的預算不夠 再追加 我們總共花了多少 410億的台幣 雷達的基地 在哪裡呢 在新竹縣的五峰鄉 跟苗栗的太安鄉 我的家鄉的交界處的泰雅族的傳統領域 它叫做什麼 它叫做樂山空軍基地 錢是我們出的 但整個雷達的基地 從建造到管理使用 全部都是美軍 而且只適用美國法律 也就是說 院長您跟我要進去 很抱歉進不了 因為我們不是美國人 雖然全部由美軍管理使用 可是您知道嗎 我們每年還要付7億的管理費用給美國 這種軍購叫做上權辱國 只有在清朝末年 這麼腐敗的政府才可以比您啊 院長 為了對抗 執行借級用人政策 禁止特定的類別的產業 到大陸去投資 1993年推出了什麼呢 促產條例 一直到2015年 政府總共補助了 一兆8600億的新台幣的稅金 給特定類別的產業 這金額又是一個台灣 一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天價的對抗代價 我說難怪會財政困難 還沒有哦 對了 院長你再繼續聽下去 還有 為了對抗 政府不僅僅揮揮掉台灣的經濟奇蹟的成果 他還掏空了什麼 本席這一年多來一直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他還掏空了教育預算還有民間的儲蓄 我們來看一下 1996年教育政策大改變 政府開始廣設了高中大學 原本教育是百年大業的國家公費補助政策 改變為什麼呢 美式教育的產業的自費投資的模式 於是學費年年調漲 從1996年才24家的大學 到2015年成長到126家大學 這個概念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念大學 只要家長你願意投資 你都可以念 沒錢 沒錢沒關係 銀行就學貸款借你 院長你知道嗎 從1996年到2013年 就學貸款總共貸出了多少錢 將近3800億的新台幣 然而在我們今年教育部的預算 還編列了27億的就學貸款的保證金 還有43億的就學貸款的利息補貸 教育我看到 院長我看到非常的心痛 當教育轉為人民投資 原本國家投資的教育經費跑到哪裡去了呢 院長可能不知道 我知道1995年之前 民間加戶儲蓄率平均約30% 2015年剩下多少 21% 更嚴重的是我們如果以家庭的所得 五等分組我們來看 受害最深的是最底層的 還有次低組的 最低組的甚至已經連續九年 除去是負數囉 這最低組的就是我們說的最貧困的家庭 我們來再看一下下面的數字 1997年的時候 第四次修建 國民黨跟民進黨聯手 動審他取消了什麼 取消了教科文的預算的憲法保障 院長您知道這件事吧 可能不太清楚 知道 動審前1996年跟1997年 台灣省政府每年教育預算總共有900億 動審之後 省府的業務通通移轉到中央 可是本席我騙查1998年以後的 中央政府的教育預算 900億不見了 又被挪走了 為了對抗掏空教育去軍購 為了對抗掏空人民的口袋 去補貼執行借級用忍政策的特定類別產業 院長我看了很心痛 這一段時間為了要質疑您 我請助理去找了非常多的資料 我要說的是我們來看一下 106年度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總預算雖然沒有增加 可是相關的國防軍工產業 增加了多少 263.7億 其中吃掉了教科文預算 多少呢 109.7億 我來一一地告訴你四大項 一 武器裝備850億億 在今年增加了87億 國機國造 國艦國造增加了多少 67億 國防部科學研究經費78.4億 增加了多少 14.6億 吃掉了教科文的預算 還更可惡的是根本沒有細部的計劃 它只是一個匡列的計劃 再來第四個 科技部新增了什麼呢 加速政府資安防護以及創新產業旗艦計劃 增加了多少 95.1億 它也吃掉了教科文的預算 更可惡的又是沒有細部計劃 只是把一個預算匡列起來 院長 國家的財政已經非常捉襟見軸 長照缺錢 教育缺錢 年金快破產了 但是為了對抗 我們還是印記出了263.7億 其中109.7億 又吃掉了教科文預算 一將主委你在旁邊站很久了 我相信你聽到了這些 你一定心裡面很高興 也很難過 原來政府有錢 不是沒有錢 圓民會的預算 多少錢 您看看這邊有多少的是需要去做國防的 您可以休息 我待會還沒問到你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院長 可以來解釋一下嗎 最近熱門的觀光產業的問題 陸客不來 部落的旅遊失掉多少 部長您知道嗎 不知道 觀光局有沒有告訴你 這個部分我沒有看到系部統計資料 但您剛剛講的問題我覺得 我現在告訴您好嗎 雖然行政院一直強調 陸客不來 其他的國家遊客一定會來 而且整體遊客量也增加了 然而美化過的數字 終究掩蓋不了事實 本席告訴你幾個數字 2014年10月 圓民會移民署還有觀光局 我們共同辦理了旅行業 接待大陸地區人民 來台觀光團體 參加援助民族部落 深度旅遊作業要點 我們參與這個要點的部落 總共有32個部落 到今年520之前 部落總共接待了 35000人次的遊客 它創造了3500萬的產值 部落辦理深度旅遊的團體 平均每個月都有10萬塊的收入 然而520之後 這筆收入通通不見了 一瞬間收入沒有了 院長10萬元代表的是什麼 您知道嗎 10萬元這個收入代表的是 可以維持部落裡面 4到5個家庭的程序 也就是說到現在 已經有300個原住民的家庭 經濟立刻陷入了困境 當院長您同意交通部提出的四項策略的時候 有四項 第一包括開拓了多元市場 對嗎 第二擴大國內的旅遊 對嗎 第三創新產品穩固路客市場 還有協助路客產業的紓困 還有轉型 在你說的這四項策略的時候 你忘記了原住民的存在 為什麼 預算反映出了態度 當行政院要為台灣的觀光產業找出出路的時候 我們來看106年的觀光預算 觀光局的預算減少了3.89億 減少的是什麼項目 兩個 第一跨區亮點還有觀光加值計畫 第二個是國家風景區開發管理的預算 把它減掉了 院長您有知道嗎 在風管處裡面 我們總共有7個原住民的鄉 位於這邊 第二個 只要是位於原住民風景區裡面的 我們的觀光局會補助金錢 那如果沒有在這個風景區裡面的 就是我剛剛說的跨區亮點還有觀光加值計畫 您剛剛說的要補助的這個部分 這兩點觀光局刪掉的 恰巧就是原住民最重要的預算 第二個 園民會的預算 雖然一將主委很高興的說 我增加了兩億多的預算 我要告訴你兩億多的預算 全部都是法定預算 它是禁法補償的預算 實際上 園民會的預算減少了一億 減少的項目是什麼呢 經濟產業示範區的5300萬 第二個 部落造景計畫的4700萬 我們有非常多的鄉長代表在現場 他們看到這個前輩刪的同時 他們心裡痛啊 為什麼 經濟產業示範區是對原住民的經濟產業多重要 園民會把它刪掉了 刪了5300萬 部落造景是原鄉地區的基礎建設 我們要引導觀光客來 我們總是基礎建設要好吧 很抱歉 園民會刪掉了4700萬 當園民會說我增加了兩億多的時候 對部落最重要的經濟產業預算 部落造景的計算少了一億 這一億的預算 院長您知道嗎 應該是舊的計畫結束 新的計畫起 新的舊計畫可能名字不一樣了 院長 你不要被園民會的人蒙蔽了 我在立法院舞届了 園民會的預算也看了15年了 包括一將主委也被他下面的人蒙蔽了 所以才會大嘞嘞地告訴原住民的族人 還有讓外面的漢族朋友誤會原住民的預算增加了兩億多 我們刪掉了這兩個 剛剛我說了是最重要的 您知道嗎 這占了園民會的計畫型的補助款的10% 這個概念10%是什麼 10%在園民會裡預算是非常多的 我這邊一個總述是 今年的跟原住民相關的預算是比去年有增加的 這個裡面包含總預算的部分 還有總預算的部分增加了38億 主計長你把這個預算拿給院長 我告訴你你要負責任喔 你增加的是什麼東西 我今天還不跟你質詢 我們回到委員會好好地來跟你質詢 我今天的重點不在這裡 院長 請你相信我 本席在立法院已經舞届了 園民會的預算我看了舞届了 在這邊來來去去的 這個園民會主委 我看還沒有我看的預算書看的完整 主計長你也剛剛上來 你不要把錯誤的數據蒙蔽了我們的院長 我們院長已經是焦頭爛額了 所以院長本席在這邊告訴您 園民會目前增加了兩億 一是禁法補償的錢 是在我們上一次所有的原住民立法委員 必須要回復原住民的土地轉型正義的時候 編列的 這個叫做法定預算 法律案通過了 政府本來就是要編的啊 是嗎主計長 請你回去 請你回去 就主要是因為 當然就是您剛剛提到是原住民委員會的預算 那麼還有就是像比如講說 教育部有關的這個 原住民有關的一些預算就有增加嘛 所以我們整個看是看 所有的部會 這是主委長提供給我的資料裡面 應該是這樣子 那麼當然您所提到的 園民會的預算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想也許宜將主委可以說得更清楚一點 當然就是那邊應該是有增有減 就是要看計劃的新興計劃跟舊計劃是什麼時候結束 什麼時候增加 很好 有增有減 院長我告訴您好不好 院長 院長 院長你可以聽我說嗎 我不希望您的幕僚給你錯誤的訊息 您知道原住民 原民會的預算離譜到什麼程度嗎 本席在這邊的時候 蘇嘉全院長上去的時候 不是蘇嘉全 是蘇 蘇貞昌 他當時也大方地告訴我們的族人 原民會的預算會增加 我告訴你增加什麼 老人年金 一般漢人的老人年金編列在內政部 唯獨原住民的老人年金編列在原民會 因此那年度的原住民預算增加了 這就是民進黨執政 同樣現在民進黨執政又告訴我們 原民會的預算增加了兩億 我告訴你 法定預算也在裡頭 淨罰補償的錢 您剛剛說有增有減 對計劃行結束了 它當然就結束了 可是您知道嗎 我剛剛說經濟產業最重要的原住民 被原民會因為主寄出不給他錢 所以他在裡面刪刪剪剪 把最重要的經濟產業刪掉了5300萬去挪到 別的地方去了 所以院長 是放在中發基金那個地方了 並沒有減少 就是5千萬這筆是 我們又卻花了這麼大筆的錢去買軍購 我們卻花了這麼多的錢去養美國 一個樂山基地 我們每年要給它7億 然後那邊是為美國建造的 這個我不懂 我能不能來解釋一下 所以院長 我最後的結論我必須要告訴您 為了對抗 剛剛起步的原住民的部落觀光場業 也被犧牲了 我剛剛說了 我們幾乎520以後 我們接待觀光的團體 一個月少了10萬塊 也就是說有四五個家庭 因為對抗而沒有了收入 然後新政府保證 不會降低陸克來台的人數 但是本席實地去調查 部落觀光產業幾乎真的停擺 宜藏主委應該沒有去 因為他才剛從日本回來 風災的時候他人也不在國內 台東現在紅葉部落滿目蒼夷 他也沒去看過 因為風災的時候 因為風災的時候 他正在日本 我知道你指派了你的副主委 可是你並沒有親自下去 可是你並沒有親自下去 因為颱風來的時候 你人不在國內 您在日本 而且當時已經發佈 最大的風災是要移到花東 結果您去了日本 主委您得好好的 跟台東的相親解釋 好 我看了預算 我的結論是 新政府準備犧牲了原住民部落的觀光產業 不會不會 因為觀光局刪掉了兩個最重要的原住民部落的經費的需求 院長 最後 這個委員放心我們不會 我們一定會 希望 希望您在這邊說的放心 你還可以持續到 繼續坐在你這個位置上 院長 我要很嚴肯地提醒您 耗盡全民的財產去對抗 這是全民的決定 還是少數人的決定 如果只是所謂1%的政 我應該說是政客吧 1%政客人的決定 然後99%的人是被決定的 那麼我必須要講一句話 這幾年這幾任政府就是披著民主的外衣的炸擊政權 因為我相信 99%的全民 我們不希望台灣財政困難 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貸款這麼多 我也不希望我明天的生活在哪裡 我都不知道 所以院長 您是學者 您是財經專家 我希望您 不要被這個所謂的1%的政治謀略的人 決定了您未來的歷史定位 我來說明一下 就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絕對不會有意去從事任何對抗 我們也了解 任何對抗都是對整個經濟是不好的 但是呢 剛剛您提到的我還是要特別強調 經濟發展問題是多面的問題 其實就像您提到的1980年代70年代的時候 台灣快速經濟發展 其實也是兩岸對抗最嚴重的時候 那麼而且呢 這個就以國防支出來看的話呢 雖然它對經濟也確實會造成負擔 我們也承認 但是呢 我們也了解在1980年代政府的國防支出 佔我們的整個預算的百分比其實更高的 所以這裡面還是有一些根本的結構性問題 就是我們要如何的讓我們的經濟發展競爭力提升 當然為了解就像國防支出部分呢 如果說我們能夠讓一些支出能夠是在國內 我們的國防自己產製的話呢 那對我們的經濟就會比較有幫助 而不會再很負擔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努力 為什麼要我們希望讓某些國防支出能夠盡量 比如講說國機國建能夠自己造 原因在這邊 因為自己造的建 那麼自己的收入還是留在台灣 那麼這樣對我們的整個國家其實是沒有太大負擔的 而且呢還可以讓我們的某一些技術進步呢 會讓我們的某一些產業能夠把它帶動起來 這是目前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做的 當然我想您非常關心兩岸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希望兩岸能夠在一個在互相釋出善意 而且不要有對抗的情況下呢 能夠讓雙方都能夠得到這個互惠 但是這個事情呢也需要雙方能夠都要主動的去做出 如果單方面做是沒有辦法的 就像您想提到這個陸客減少的問題來看 我覺得這個問題呢 其實真正陸客減少並不是我們去不讓陸客進來 而是因為對岸 那麼他的陸客減少 那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彼此之間呢 能夠把這些誤會或這些不必要的這種 這個困難的能夠盡量化解 但是也必須要考慮到我們國家自由的這個立場 謝謝院長 好好突然看到我面前站的是一台錄音機 我先講的都是我心裡面講的話 院長我提醒您 今天我的總質詢是放立即轉播的 是的 上一次我跟你的總質詢總共有一百多人在看 一百多萬人在看 我相信今天也不少 所以您剛剛的說法 其實有某些部分您剛剛給你兩分鐘用你財經的專業 你大概只講了三十秒 因為那就是關鍵問題 既然在這邊我們就會很努力的把它做好 謝謝 謝謝高精委員 謝謝林院長 下一位 我們請林委員長佐質詢 林委員好 院長你好 是 我剛從美國回來 那是去參加這個入聯的宣達 那在美國的這個期間 其實我們拜訪了很多位這個國會議員 美國的國會議員 那也接受外媒的訪問 那主要當然是希望能夠傳達 這個台灣人民 希望可以加入這些國際組織 那也希望可以得到他們的支持 那我相信台灣在加入包括聯合國 或是國際組織上面 除了我們希望 可以在國際組織去捍衛我們自己人民的權利以外 我們其實也有很多層面 是希望可以貢獻我們的力量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自己覺得非常格外的印象深刻的是 我最後一天參加了這個 Keep Taiwan Free的這個入聯的遊行在紐約 那我說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為 原來這幾年 都是旅外的這些台灣的留學生 或是說這些台藝的青年 他們來主辦這個活動 所以我想也難怪台灣的年輕人現在被稱為天然毒 我相信他們對於這個土地 對於台灣的認同 是很自然而且強烈 那不管未來他們是回到台灣來服務 還是說他還繼續留在他的那個國家 都會為台灣來努力發聲 所以在這邊我想要請院長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其實過去幾年來台灣人民還有年輕人 透過社會運動或是透過這個被矮化的時候的抗議 或是透過各式各樣的方法 也不贊成這個舊的政府在國際上面親中 然後外交休兵不敢為台灣發聲 那像這樣子希望台灣可以在國際之間有尊嚴的參與 這個院長是不是都有放在心裡 謝謝林委員指教 我們完全認同我們希望台灣能夠在國際間 能夠有尊嚴的參與所有的國際活動 那麼同事有沒有希望能夠 這個我們的國民在國際間也能夠得到一個平等的待遇 所以我想對於現在這個入聯的這個規劃的方法 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說 因為國際組織的參與簽一法動權聲 接著我們還要這個參與 包括國際民航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等等 所以入聯怎麼規劃 這一次我們透過請友邦來幫我們講話 希望我們可以參與 這個我可以理解 那我相信明年時間過了一年 或是到明年適當的時候也可以回頭來檢視說 我們在國際的參與上面用這樣的佈局方式 是不是有它的效果 不過我們姑且不講現階段的這個策略 我們就來講最核心我們對國家定位的論述 因為我一直相信 即便現在國際處境很困難 但是如果我們自己的論述 我們對國家的定位是有道理的 我們其實在國際之間是可以爭取到同情 爭取到支持 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們可以交到朋友 但是如果我們的這個論述是不合理的 我們連講話都沒辦法光明正大 所以我要問到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 我們現在請友邦幫我們講話 或是參與聯合國 或是參與其他國際組織 我們到底是入聯還是反聯 這部分能不能上外交部 從李部長來說明 我想我們國家 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是一個主權國家 我想這是代無疑義的 而我想這個林委員的主張 事實上我想也是 是我們在台灣絕大部分人的一個心聲 一個意願 當然今天我們的國家定位 從我們的主觀角度來講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是入聯還是反聯 我們目前呢 我們恐怕在現階段的國際情勢 兩岸關係 還有國內的一些種種考量 我們還是以目前 以務實的方式來參與 我想部長我們在委員會聊過很多次 我大概也知道你會回答的方法 我在這邊為什麼要問入聯或反聯 我們看下一頁 因為如果我們在國際上還是講反聯 那也就是會變成要繼承 蔣介石的政權跟代表 也就是曾經在裡面被趕出來 所以我們才要回去 這叫反聯嘛 那我們回來看 他趕出蔣介石的代表的時候 這個2758決議文是怎麼講的 他是講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以及在聯合國的組織 及其一切組織 所非法佔據的席制上 驅逐出去 所以他不是把台灣人趕走 不是把台灣人民趕走 他是把蔣介石政權趕走 因此我要在這邊問 為什麼是反聯或入聯 他的意義是 我們到底 我們如果今天在國際社會上 是說我們要回去 也就是說我們是蔣介石 他的遺序 什麼叫做蔣介石的遺序 他當年被趕走的時候 他是什麼樣子的人 他是什麼樣子的政權 他是一個獨裁 在上個世紀被認為 四大殺人魔之一 他是在國際上面宣稱 他不只代表中國 還代表蒙古 還代表西藏 代表部分的俄羅斯 越南 緬甸 不擔 講不完啊 所以 他這麼荒唐的宣稱 的這個獨裁政權 最後終於被聯合國趕出去 我們今天如果講反聯 我想要請問院長 你認為我們到底是 要繼承這個獨裁 而且宣稱世界上十幾個國家 都是他的領土的這個蔣介石政權 說我們背負著這個荒唐的這種包袱 我們要回去 還是我們是民主的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要入聯 院長我請你回答 我想現在的中華民國 其實已經是在一個民主體制下 經過有選舉 而且不管中央和地方 都有一切的這個自治的法律 和這個地方自治法 和中央的相關的這個選舉 都是完全是跟民主 現在近代國家的民主國家 是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中華民國 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所以跟當初被趕 因為他趕出去 也不是說把中華民國趕出去啊 也不是說把台灣趕出去啊 他是說把蔣政權趕出去 所以我在這邊要 其實按照剛剛院長的這個說法 大概就是入聯的意思啦 但是也許您有一些 不方便直接講這麼清楚 但是我相信 院長跟部長心裡應該很清楚 這兩個的差別 也就是我們在國際上面宣傳的時候 我們不能說我們是 背著蔣介石的獨裁政權 我們要回去 我們回來了 蔣介石的 這個宜序回來了 不是這樣子的嘛 我相信是以民主台灣 跟台灣主體性 希望能夠得到合理的這個代表 因此在這邊我要強調就是 日前發生南海爭議的時候 曾經有一些部會 還宣稱 整個這個跟中國重疊 以及蔣介石他當初的這個宣稱 的U型線 我們還說我們要繼續 用走這一套的話 我想就是很危險的事 因為我們不能再繼續 這個 認為自己繼承蔣介石 我們也不能再繼續用那樣子荒唐的這個 說法 所以在這邊我希望 院長我剛剛聽我也了解 你認為的應該是以民主台灣 這個態度去參加國際組織 那未來在所有不管發生的國際爭議 以及國際的論述上面的時候 請務必確定 不要掉到繼承蔣介石政權的 這一個現金裡面 再來我要跟 我相信院長 剛才也已經提到 很了解台灣人民參與 這個國際的這個意願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面對國際局勢非常困難 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們可以去努力做 而不是靠政治去跟人家衝得頭破血流的 例如文化 所以我在這邊接著我想請問 院長知道這個台灣杯是在哪裡嗎 很抱歉 這個可能要請正部長來說明 我相信正部長應該知道這個台灣杯是在哪裡 今年剛落成的 在沖繩 我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也許你們都有去過沖繩 就都有去過那邊遊覽 這是沖繩的和平紀念公園 那在這個公園裡面 包括韓國、菲律賓、太平洋 許多的島國、島嶼 因為二戰而喪生的這些人民 都在那裡面被紀念、被平掉 那 過去長年來 包括各國的政要 也都會到那邊去平掉 去那邊紀念 可是台灣人民在太平洋戰爭裡面 二十萬人從軍 三萬人上升 一萬五千人失蹤 我們一直到了今年 終於有一個紀念碑在那邊 但是不是政府促成的 根據我的了解 當初民間在促成的過程 我們的代表處還是反對的 這個就是我覺得 我們應該可以讓台灣人 在世界的歷史上面 跟脈絡上面被看到 可是有的時候 我們的阻礙卻是政府 我再舉下一個例子 這兩位 不知道光看照片 院長跟部長認識嗎 一位是陳志雄先生 一位是李柏青 他是在二戰 二戰之後 有許多的台籍日本兵留在印尼 那留在印尼 參與了印尼的獨立建國運動 成為了他們的建國英雄 他們還得到印尼的建國英雄勳章 現在在許多的印尼的教科書 歷史課本裡面 還會提到他們 這些台灣人在印尼幫助他們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值得 可以放到印尼的這個 歷史國家博物館 我相信這就是我剛剛在提的 我們有的時候在政治上面 也許國際局勢很困難 可是我們在文化上面 在歷史上面 這個是我們可以去幫台灣 在國際上面被看到 而我想 李部長可能在美國 應該也有參訪過 他們有移民博物館 我記得我在美國移民博物館裡面 我看到 他有歐洲各國的移民到 美國的歷史 也有日裔 韓裔 菲律賓裔 華裔 東南亞各國 他們移民到美國的歷史 但是沒有台灣人的 台灣人從日治時代到戰後 有很多動人的歷史 有好幾波移民美國的故事 可是在那個移民博物館裡面 沒有被提到 有一些動人的故事 包括戰後白色恐怖的時候 過去就回不來了 那這個東西 就是我剛剛在提 我們也許不是 在政治上面很困難 但是我們在國際上面 有很多我們可以努力 透過文化的方法 而這些文化跟歷史 我們過去習慣的方法是 用文物交換 文物特展 把台灣有的一些文物 故宮 特別的東西 就拿出去跟人家做 一個月兩個月的展覽 或是有的時候我們 開機 共工國 在這個機場等等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些 常設性的 戰爭的紀念公園 不只是在我剛剛講 沖繩有 太平洋戰爭的紀念公園 美國 關島 菲律賓 通通都有 我們參與的這一個 過去我們的先人 參與的這個人數 不亞於其他國家 但是我們在裡面沒有被看到 所有的國際的觀光客 到那個國家去參觀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世界各國的人 在那個國家的故事 包括台灣人 放下去就是永續性的 而不是一個月兩個月的特展 這個部分是我希望在這邊 尤其我們面對國際局勢這麼艱困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告訴院長 也以及這個兩位部長 這個應該是我們可以好好的去清查 規劃 到底有哪一些 常設性的這些博物館 我們可以把台灣人的聲音放進去 台灣人的蹤跡放進去 藉由文化的交流的方法 因此在這邊我是希望可以要求 是不是由文化部 由政部長這邊來規劃 那我想這個也不宜用很趕的方法 在這個會期之內 我們做一個通盤的報告 那在這個周邊的鄰國裡面 可以參與台灣的這些博物館 等等的故事把它融入進去 部長要不要 對 我想真實的呈現歷史 的確是可以看到台灣主體性 它整個形成的過程 所以在我們的文化政策白皮書裡面 其實有把這個重建歷史 列為我們文化保存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包括實體的有關於博物館系統的建立 那麼以及在其他的 包括在虛擬的相關文化記憶庫 目前文化部有在研理相關的計畫 那尤其剛剛委員提到的 像南島語族的文化 事實上是台灣非常重要 我們認為是台灣給世界的禮物 那因為在南島語族的文化 在台灣的語言上面 有非常豐富的多樣性 它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化的資產 所以我們也已經在這個部分的研究計畫上面 來做強化 那並且也希望把這些歷史的相關的文化資產 作為國際文化外交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想這個在我們106年的預算跟計畫上面 委員的這些想法 我們也很希望 也相當認同 我們會在預算跟計畫上逐步來落實 好 那我就最後再強調 重點其實就不是個別的特載 融入當地本來的博物館或紀念公園 等等裡面該有的故事 跟其他國家一起被看到 我們希望是說由國家來 形成一個整體性的文化保存政策 更系統化的透過實體跟虛擬的方式 來進行系統的整合 我們也認為說應該要逐步的融入教育 那其實它可以作為藝術創作 或是文化發展的影視音的相關原創IP的 這個是我下面等一下就會說 一個原創的一些題材素材的一個土壤 那可以讓我們的文化的發展更具有在地的故事 不過我稍微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除了說這個可以幫助台灣 在國際上面看到以外 像我剛才講沖繩的這個台灣紀念碑 它上面就還有有一些專家 有提出一些特別的說 應該怎麼樣可以更完善 碑文上面不夠完善 落款是由我們總統落的款 但是它落款也不符合紀念碑的一些形式 所以在這邊我說 為什麼政府應該要大力的支持跟參與 我聽說那個紀念碑接著完全還是要靠民間 每年去維護它 那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 我們應該要大力的去支持 我們國家對於國家紀念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制度的規劃 那我們未來也在跨部位上面 也在思考說 是不是能夠對國家比較重要的一些紀念 紀念碑 或者是說一些戰爭的遺址 或者是轉型正義相關的人權相關的遺址 可以做一個統整 我想這部分文化部我們會願意來協助 好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接著我想要再來提的就是 除了我剛剛講這比較嚴肅性的歷史文化的 可以為台灣走出去以外 其實剛剛部長有提的 影視流行音樂 乃至於整個文化創意產業 這塊的影響力更大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5月份看到的施政報告裡面 其實這一塊比較沒有被提到 那最新的這一份 我看到只有提到100個字 那我相信可能是行政院現在把它當成是文化部的事 因此就沒有寫在整個這個 所有的這個行政院層級的這個報告裡面 但是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想要提醒一下院長 我就不跟部長直接說了 因為部長一定壓力會很大 因為現在所有文化圈的人全部通通都找上部長 但是我要告訴院長 就這不會是正部長一個人的事情 我要先 我不知道部長知不知道 院長知不知道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指出去年的統計 文化創意產業 全球的產值高達2兆2500億美金 是超過電訊服務業的喔 超過電訊服務業一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可以創造就業 創造經濟產值的一個產業 它一方面是文化 一方面也是產業 所以在這邊 我舉幾個例子 我相信這些也是部長過去長年來 可能就已經有在關注的 例如說像芬蘭 20年前他就發現這件事 所以他是跨部會 他不是自己成立一個 這個部門專門處理文化而已 他這個1997年成立的這個 文化產業委員會 是包括教育部 貿易 工業部 還有交通部 一起合組的 是20年前人家就想到了 他到了 最後 還成為歐盟認為 芬蘭成為創新的領導者 他花了很長的時間去做這件事 加拿大 成立加拿大的影視公司 跟加拿大藝術理事會 也是跨部門的成立 而且也是20年前 就知道這件事 我們再來看最近大家比較知道的 像日本的這個動漫電玩的流行文化 大家最近應該都有看到一個影片 就是接著換日本舉辦奧運 那東京的這個奧運的這個整個宣傳的影片 都是融合了日本的動漫文化跟流行文化 最後 首相安倍他還化妝成馬利歐出現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驚訝 他們整個光是動漫的這個GDP 就佔了百分之十 韓國 最近大家開始講韓國 其實 部長我記得 部長還在當親服會主委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在講韓國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現在我們還在講韓國 韓國最近大家在講師宿列車 可是他在1998年的時候 他就把文化內容產業當成是戰略性高度的產業 就不是一個部會而已 是整個國家最重要的一個戰略之一 所以他的文化觀光部從那個時候就已經提升到1% 我們現在還沒有1% 是那個時候就提升到1% 然後接著 到了2006年 他的GDP已經到3.52% 然後到了2005到2011 連續每年的成長率到27% 我要提的就是別人是很久以前就發現 我們現在開始發現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重視都還不夠 至少從施政報告 還有我們認為的最指標 關鍵的戰略性產業來講 我們沒有把它放進去 跟林委員特別報告 其實我們第一個就是您講的很對 就是說其實文化不是只有文化部的工作 所以我們在最近我們行政院也開了第一次的 就是行政院新成立的這個文化匯報 那麼其實我們在匯報裡面呢 我們也特別的去強調 就是文化是每個部會都要做的事情 所以是部部都有文化 那麼每個產業都要有文化 我們也就是朝這個 像你知道剛剛您講這個方向呢 我們在這方面來努力 那麼至於文化部的預算 那麼當然我們近年度 確實有大幅度的成長 雖然沒有接近 沒有到一 不過已經將近百分之一了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呢 就是說未來呢 我們要能夠把這些計畫 能夠落實下來 讓整個部會呢 它的這個預算裡面 也能夠要考慮到 就是有關的文化的一些概念 還有一些想法 那麼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會達到 您剛剛講的那個目標 那這我們也期待呢 當然這個路呢 不是一年能夠做到的 其實我們看到過去 別的國家努力也是要一段時間 但是我期待呢 我們會在這個 只要我們認真努力 我們相信呢 在未來這三五年間呢 我們應該可以看到 有一定的成果會出來 因為文化會報裡面參加的人 也都是我們的老朋友 所以我有聽到一些聲音是說 在開這個跨部會的會議的時候 只有鄭部長最認真 其他的部會聽說看起來好像 還是覺得不太關他的事 所以我在這邊要稍微 一個一個介紹一下 文化圈 尤其影視流行音樂 大家認為現在的一些問題 我們一點出這些問題 你就會發現真的 不是文化部自己的事情 那在座所有的部會 你一聽到你會發現 那個就跟你有關 例如說 一個是建價的問題 創作建價 到底我這個創作這個劇本值多少錢 融資的事情 企業合作的這個事情 他到底是文化部還是經濟部 經濟部開這個文化會報的時候 要發現這個就是經濟部 要一起參與大力參與的事情 又例如說像美學培養 美學培養 這就是我們現在在講市場 台灣的市場 到底聽音樂的夠不夠多 看電影的夠不夠多 看表演的夠不夠多 這個不可能我們明年突然 好多人都衝出來欣賞 要靠一段時間學校教育的培養 不管是我們講這個精緻的藝術文化 還是說通俗的文化 都是要靠培養 而這個就是教育部的事情 這不是文化部 沒辦法去學校裡面 調整他們的教材 教育部的事情 怎麼樣去強化這些事情 才有可能會 五年以後 我們有了我們的市場 五年以後 有了我們的創作人才 又像是 就是人才培育也是一樣 我們都會覺得好像看起來 這個流行音樂影視產業就是明星嘛 導演 攝影師 舞台設計 燈光設計 音響工程 有哪一個不是跟其他的部門有關 不是只有文化部 哪一個不是跟教育部有關 甚至於跟經濟部有關 這些真的是需要有院級的這個高度的跨部會 才有可能往前走 再例如說像我們其實前幾次我已經講過的 這個原住民族的文化的部分 我們覺得它很珍貴 可是在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還沒有完成 現在還很顛簸的在向前走的時候 隨便錯誤的引用濫用的行程很多 造成一種錯誤的消費 我們很想用 但是一方面要盡快的落實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這一定不是文化部自己可以處理 這要原民會乃至於原住民族主流化 這個議題的主流化 跨部會的前進 我們才可能運用這個很多元豐富的資源 來成為台灣的一個樣貌 那再例如說這個外銷 這個外交部我相信部長也知道 這一兩年 我們也協助了很多台灣很不錯的這個影視 電影或是電視劇 我自己到越南去演出的時候 我看到路邊的人在看什麼 我在看民視啊 看娘家啊 我們自己外交部還蠻努力的 在協助一些這個版權的銷售 把我們不錯的優質戲劇賣到國外去 可是我們必須要有全套的 我講明星有沒有推過去一起做產生 有沒有一起做這個周邊的這些經濟的價值 利益的這個加成效果 沒有 我們就是在那邊播我們的片子而已 這跟韓國就差很多 我並不是講說我們一定要複製韓國 還是複製日本複製芬蘭複製加拿大 但是我們的高度要高到當外交部覺得 我們很不錯的電影要往外推的時候 我們不錯的這個電視劇要往外推的時候 別的部會必須要發現這跟我有關啊 觀光局可能就要覺得這跟我有關 文化部就要覺得這跟我們有關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如果不是跨部會 我們真的就沒有辦法做到這些事情 光靠文化部或是某一個部會想到 我們就沒有辦法做這個事情 然後在這邊我也是希望 我們還有一個 這個我希望院長真的要 好好的檢討這件事情 我們有一個很珍貴的頻道 叫做宏觀電視 我這個心裡 非常的 我覺得非常的弔詭 最近日本政府 他投資的這個Wakuaku Japan 來台灣涉台 裡面都是關於日本的流行的 這個相關的這種文化 影視的文化 然後來台灣宣傳日本 結果我們好不容易在國外 我們還有衛星的 我們還有頻道 結果我們播給僑胞看 但是僑胞不看 只有三成的人看 看 三成的人看 他的平均看多久 一分多鐘 我們這個頻道是不是可以重新檢討 文化部 外交部 其他的 我們整個公廣集團 怎麼樣join 我們的目標 不是只針對僑胞 因為我們的僑胞 其實現在在網路上 都可以看到台灣的新聞 根本不用 針對台灣的這個文化 針對台灣的流行音樂 影視產業 讓它成為一個國家層級的一個頻道 可以在國外去宣傳台灣 我剛剛講的 這幾個這些所有的例子 都不是文化部一個的 那最重要的 我現在 其實我知道 委員長可能很想說 我也收到了僑委會告訴我說 宏觀電視會怎麼樣的努力去調整啊 未來的計畫 但我要提醒宏觀電視不能繼續指示 為了僑委會來做 因為我們只有這個衛星 只有這個頻道 我都問了觀光局 也問了文化部 也問了外交部 我們沒有別的了 所以 重新檢討這個 那 我想我今天最重要的這一個 質詢的內容 最重要 只是為了要 希望可以在院長的 這一個 國家未來藍圖裡面 把流行音樂 影視產業 文化 創意產業 全部都放到 戰略性的高度 因為它是跨部會的事情 而最重要是台灣需要它 因為我們在國際的政治領域 受到打壓 受到限制 在文化上面 我們可以做的努力跟投資還不夠多 這個是我們不會受到打壓 而且因為我們民主自由 我們會有很豐富的創作 那這個 就會成為台灣走到全世界的 這個基礎 謝謝林委員指教 我想林委員的這個 剛才所提到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相信 也是我們行政院 包含我以及政部長 以及所有閣員 我們的一個努力的目標 我們一定會在未來呢 我們會投入更多的資源 還努力 去希望呢 這個跨部會 在這個所有的市政呢 都能夠把文化納入考量 同時呢 剛剛您所提到一些個別案子 特別像宏觀電視的檢討 我們也會向公館集團 來加速 有關它的功能 要怎麼樣重新定位 再怎麼來做 做更好的這個 這個效果的發揮 那這個部分 都會列為我們的項目 但是不能只有單一的一些個案 因為最主要還是要有 最好的文化的實質內容 能夠展現在國際間 那這個部分呢 需要我們去培養 所以我們需要 也需要創造一個環境 讓更多的人才 願意留在台灣 在這邊為我們的這個 整個的這個文化 在網上發展提升 能夠做出更好的努力來 那麼這也是我們需要努力的 因為沒有人才 其實一切努力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人才的培育就是包括教育部 都要一起參與 那我在這邊 我想最後也是給部長一個 當靠山啊 因為我相信文化部到現在 跟其他的部會比起來 相對都還是弱勢 那他們也不一定 真的會認為是他的事情 那剛剛院長也講得很清楚 我希望其他的部會也都有聽到 那未來在開相關的這個會議 跨部會的會議的時候 要能夠感受得到 這個是國家承襲的戰略計畫 這個不是文化部自己的事情 這是為了台灣能夠清楚的 在世界被看到以外 台灣能夠這個脫胎換骨 轉型的這個過程裡面 很重要的一項戰略的計畫 所以希望在這邊院長部長 那未來我們也繼續一起努力 那所有其他的部會 都把它裝到頭腦裡面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林委員 謝謝林院長 發財院會上午質詢到此為止 下午1時50分處理臨時提案 下午2時30分繼續開會 進行施政質詢 現在休息 收到現在的關於 休息局 關於 breath 感谢观看